Hello 歡迎來到我的辦公室 啊 工作室 是的 回來公司通常第一件事 就是開著我這部咖啡機 人人好像入友一樣 好啊 怕你啊 這個大台主其實是我想了好幾年 的一個計劃 主要是想貢獻自己的行業 讓他不要好像會消失了 對象就是一些有熱誠 很想做音樂 用音樂來做自己將來的事業的人 因為我自己就是很小時候 就覺得不做音樂不行 我在找到底有沒有這些傻 傻仔傻女的 好啊 那咖啡之後呢 我就要進去開機做事 OK 這個是我想的 是的 大台主這個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做歌最後要在台表演上 我覺得你在台上 可以成為一個與人類 才可以有機會成功到 成立的過程都是膽粗粗 自己母校開始聯絡 中學大學為主 你早就學會了這個製作的過程 而在大學的時候 你已經一直在製作自己的歌 大學畢業的時候 已經會拿著一堆歌 可以馬上開始 我其實去了60間學校 我覺得這件事 我是需要拿盡自己所有的資源出來 我其實很不喜歡做 很不喜歡做 不喜歡做訪問 現在 現在 大台主是什麼時候開始 大台主是一樓 一七 我不記得 我寄年份很差 你不要考我這些 好像做了 因為有些是中學開始 例如Ramboo那些 我感覺他好像30歲 那天問他 你只是20歲而已 突然發現他原來16歲參加 他的年紀是代表了我這個項目的年紀 因為他是第一個參加我這個項目的人 參加了他們要自己寫歌 要自己編了自己的歌 自己製作自己的歌 雲音整個製作自己做了 我之前做過一個叫王家儀的項目 用一個傳統唱片公司的模式去運動 我自己投資下去做 一年之後你就會發覺 這樣消化不行 你編曲也要錢 監製也要錢 拍MV也要錢 宣傳也要錢 什麼都是錢的話 你打算有人會去投資 你那裏做幾首歌 可能覺得不太行 那就收手 如果你作為一個自己熱愛 終身置業的話 你不想做一年 好像我是想做一輩子的 想找到一個解決方法 怎樣可以自己做 真的要真金白銀拿出來的成本 減到最低為止 你才有得捱 好 這邊 錄音室當然有個錄音房 海景是送的 正常的麥克風 陳信志 我是U87 按摩椅 做完超音巨星之後 有人找了我做人生第一次代言人 他送了一張按摩椅給我 放到現在 十年 我很貪心的 夢是發得很大的 紐西蘭的人可以拿到Grammy 韓國可以拿到Grammy 香港人為什麼不可以拿到Grammy 滿足感就是來自於 聽到他們的作品 真的用心做 你感受到年輕人他們那種熱誠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我和玉智浩二 他做完音樂之後 他親手簽給我的 就是夢想成真音樂 那次就是一個很開心的經歷 如果是簽了和他們一起去運動 就有十多個 但是 一直有來 on and off 見我 我數不到 有些做一下做一下 會自然流失了 我就流失了 走的百分比 是八九十個百分比 有時候是太難 所以 根本見完第一堂之後 就拜拜 我第一個功課 就是 他們要選一首歌 把那首歌 重新自己 可以從音樂部 做一次出來 你能夠可以 拿到不同的歌 裡面的元素 那你耳朵夠快 你就好處很多 想培訓他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做到他們自己喜歡的音樂 享受到在 演唱的音樂過程 你才會 可以希望有人會喜歡 你當作是一個工作的話 是會不同的 做出來的感覺 是 通常以前我入行 最成功的藝人都是 他們是 很想跟別人分享 尤其是感覺 現在廣東歌 香港大趨勢 好像不是很想把真實 他自己感受到的東西 去跟觀眾分享 現在大部分都被我聽下去 有一種抽離了一點的感覺 現在廣東歌是 你會怎樣勉勵其他 有興趣入學的學生 如果你真的喜歡那件事 你將來想用這件事 來做自己的事 你就要早點開始 但遲是否不行 不是不行 但辛苦點 最好盡快做 但如果不是更快的話 Later is better than never